第一個呢,是我要先跟你說 剛剛那個Copy呢,其實你可以繼續把它做完 因為剛剛其實呢,Copy其實只有一個... 一個Mate嘛,對不對 所以呢,像這個CopyMate呢 這樣其實... 你可以把那個RGB三個全部都放進去喔 所以... 我這邊把這個...扔掉... 斷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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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抓到哪裡了 所以Roto應該也不用啦 Ctrl X 然後...OK,這樣子... Blur... 先斷掉... 斷掉...OK 所以這邊呢,在... 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RGB A Red 然後接到RedMate 那其實呢,你可以繼續做下去啦 就是... 可以自己... 拷貝這個... 節點喔 Ctrl C, Ctrl V 就像這樣子 Ctrl C... 點空白的地方,Ctrl V 不然它會接上去喔 那一樣就是... 這張圖片可能也就是這樣 A... B... 接上去 然後這邊呢 你本來是RedMap 可能你也可以直接就是... 又新增一個新的... 對不對 新的這個Layer 然後叫TOP 可能是BlueMate之類的 就這樣子... Blue... 點... Mate OK OK 放住了 認真 喔沒有...還好 這邊應該是Blue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 APAP 接著是這張圖 APAP也是接這張圖 讓它一路下去 然後再來呢 就... 在Ctrl C 在Ctrl V 再來就一樣 A接到這裡來 B接到這裡來 那這邊呢 可能就是... 點兩下 這邊應該是綠色的 所以就是Green 然後這邊接到... Green 其實你就New一個 然後可能也是一樣 Green 其實我剛剛已經做過了 所以就是GreenMate 然後這邊就是... 檢查一下 是不是Green 在裡面出了 GreenMate 然後再來呢 我們就可以這樣接... 接到那個... 比如說Glow先關掉 Ctrl X Ctrl V 接到空白的地方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它的Grading 按E 這邊關掉 從這個地方接過去 按E 接過去 接過去以後呢 你Grading呢 這邊可能可以看到 像這邊是... 呃... 它的Mate是Red 你可以接到Blue 有沒有 可以接到... 呃... Green 所以就等於就是... 你都能夠這樣個別去控制的 然後呢 我再跟你講另外一個 因為我剛剛在輸出... 這個圖片的時候啊 我沒有輸出含Alpha 所以我就直接作弊回去 輸出一張含Alpha的圖啊 所以我這張圖其實是在... 呃... 這個... 算圖的時候啊 我直接去... 存檔的 我存一個... 有Alpha Channel的一個... Tiff檔 就是在這邊直接存齁 對... OK... 這個你們知道意思嗎齁 這個Rose就是沒有調過顏色 就是跟那個Gamma 2.2有關的那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你都選這個就好啦 就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存出去... 我存的時候呢 我就重新存一次 一個... 看你要存PNG還是什麼的 反正就是要喊Alpha啦齁 因為現在算這個東西就是有Alpha嘛 對不對 所以我存出去以後呢 我在Nuke裡面呢 我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我要跟你介紹一個新的東西齁 這張圖是剛剛從外面把它拉進來的 就是... 看一下 從這邊再拉一次給你們看好了 就這張圖 因為這張圖有Alpha 那有Alpha的話呢 我現在呢 其實可以就是說 你如果做的東西本身就有Alpha的話 你... 我看一下Merge 這邊打一個 Checkerboard好了 Checkerboard 一邊看 然後再移過來 對啊 你看它這有區背嘛對不對 我只是要證明給你看 可以嗎 然後再來要幹嘛呢 要做... 比如說你做一個Cylinder 不會跟你講這個的算讀引擎嗎 沒有 OK 嗯... 第一個呢 叫出一個SIM 節電 場景節電 然後呢 叫一個攝影機節電 然後場景呢 要跟攝影機結合 這樣子 好 那再來呢 你要叫一個... 圓球或圓柱 來做天空 也可以從瑪雅 其他3D軟體做一個半球 拿來當天空 就是你其實可以用這個方法很快去做一個背景 你看 Tab Cylinder Cylinder 出來了 我覺得電腦好像快倒了 然後再來呢 去外面叫一個天空圖片 天空的圖片是這裡吧 你可以直接就這樣卡片 就是這個圓柱直接接到這張貼圖 它的UV當然你自己是... 它預設的UV應該是OK啦 你可以按Tab鍵 從這個地方 場景直接按E接過去 你看 它目前有個圓柱體 有沒有 它這個圓柱體呢 Tab 它是3D的 空白鍵按一下 你看它長這樣子 奇怪 中間怎麼有點廢啊 這是在幹嘛 Tab 空白鍵 這邊改一下這個圓柱體的參數 它的raw跟colon 然後這邊可能主要是它的高度 只需要0.3左右 奇怪 中間這個是在幹嘛 怎麼有那種炸彈開放 我知道了 因為我原來就有一個圓柱了 哈哈 在哪裡啊 嚇我一跳 我的圓柱躲在哪裡 這邊 Disable 這樣就正常了 所以現在選這個圓柱呢 我現在可以再調一下它的高度 模擬天空 然後它的 它的這個 這個切割不夠嗎 這不知道是raw還是colon 應該是colon 所以應該是colon 這個地方要調 總不會動 60 OK 好像還不夠 120 對 然後在高度方面的切割 好像不需要這麼多 這個高度好像10就算了 所以這個就可以模擬天空 再來就是我們看我們的攝影機位置 Alt右鍵 Alt中鍵 Alt左鍵 攝影機在中間 中間位置 所以呢 你看喔 這個需要一個算圖引擎去算它 嗯 Tab Scanline Render 那算圖引擎呢 接上去以後呢 它這邊有 摄影機 所以你要接到摄影機 還要再接一次摄影機 再來 應該不用吧 大概就這樣子吧 OK 所以你按1喔 切過來 然後再按Tab鍵 這個就是它算圖的結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現在如果說 我對圓柱體喔 做一點調整 比如說它的Translator Y 有沒有 然後我是不是可以Rotate它的Y軸 唉 真的快當耶 有沒有看到天空是不會動 這代表什麼呢 你是不是就是 把你剛剛的圖片呢 拉進來 然後加一個Merge節點 A跟B合起來 N1 有沒有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做一個動畫 天空會動 所以這個其實還蠻方便的 因為你攝影機 就是 你可以先做好動畫 然後呢 你可能如果是固定鏡頭的話 這個就很容易去處理天空 圓之類的東西 所以你看我這邊 現在呢 這個時間點拉到第一格 它的Rotate Y呢 又不能動 這邊先Set Key 然後可能也許我到後面的地方 這邊再來轉個120度 這邊再來轉個120度 這邊再Set Key 所以它理論上應該就會有 有沒有 它就會有這樣的 那你可以這樣空白鍵 按一下 放到最大 這邊再按L去後方 有沒有 好 試一下吧 這個 5.49了耶 好 下課 可以試試看啦 因為這個背景合成 其實真的常常 用這個是方便的 非常方便 就合背景